每日神话 那些没有信仰的人 他们常常认为 凡是人能看得见的 那就是存在的 凡是看不见的 离人很遥远的东西 就是不存在的 他们宁可相信 没有生死轮回 没有受惩罚这些说法 所以 他们就肆无忌惮地 作恶犯罪 然后受惩罚 或者与动物互相轮回 外邦人中的各种人 大多数都是陷在 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中 因为他们不知道 灵界对于任何一个生灵 都有着严格的管理 不管你相不相信 这个事实都是存在的 因为在神的眼目 见察的范围之下 没有一人一物 能逃脱出这样一个范围 没有一人一物 能逃脱出神的天条 法令的规定与范围 所以 这一个简单的例子 告诉每一个人 无论你信不信神 犯罪作恶是不行的 是有后果的 对于一个 只是骗了人钱财的人 受到了这样的惩罚 这样的惩罚是合理的 这样一种 人司空见惯的行为 都受到了灵界的制裁 受到了神的法令 神的天条规定的制裁 所以 那些奸淫掳掠 坑蒙拐骗 偷盗抢劫 与杀人放火 等等严重的犯罪 作恶行为 就更要受到 各种不同程度的惩罚 这不同程度的惩罚 包括哪些呢 有的是用时间来制定 他受惩罚的程度 有的用不同的惩罚方式 来制定 他受惩罚的程度 还有的 就是用他投胎轮回的去处 来制定 他受惩罚的程度 比如 有些人嘴不好 嘴不好指什么说的 就是常常骂人 语言恶毒 带有咒诅性质 语言恶毒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人心里恶毒 带有咒诅性质的 恶毒的语言 常常从这样的人 嘴里出来 而且因着他恶毒的 恶毒的语言 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 这样的人死了以后 受了相应的惩罚之后 再次投胎 有可能就是哑巴 有的人在世的时候 精心算计 常常占别人的便宜 小算盘打得特别精 做了很多坑人的事 再次投胎的时候 也可能就是一个傻子 白痴 有的人常常偷窥别人的隐私 就是他的眼睛看到了太多 不该看到的东西 知道了太多 不该知道的东西 再次投胎 也可能就变成了一个瞎子 有的人在世的时候 腿脚灵活 经常打架斗殴 做了很多恶事 那再次投胎的时候 也可能就变成了残疾人 瘸腿或者是少胳膊 或者是驼背 或者歪脖子 或者走路点脚 一条腿长 一条腿短等等 这是根据他生前作恶的程度 而受到的不同的惩罚 你们说血眼是怎么回事啊 血眼的人多不多呀 现在看也不算少 有些血眼的人 就是上辈子用眼睛太多 做了太多坏事 这辈子一来 眼就斜了 严重的就成了瞎子 这就是报应 有的人在生前 人缘不错 为周围的亲人 朋友 同事 或者与他有关的人 做了很多好事 施舍帮助别人 照顾别人 或者是接济别人 给别人留下很好的念想 这样的人回到灵界 就不受什么惩罚了 不受什么惩罚 对于一个外邦人来说 这样的人 就算很好的人了 他不相信有神 只相信天老爷 只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 他只相信这个信条 结果使他少做了很多坏事 这个人心地善良 乐善好施 最后回到灵界之后 灵界对他有一个 很好的处理 很快 这个人就再次轮回了 再次投胎 来到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 这个家庭虽然不富裕 但是家庭平安 家人和睦 过着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的日子 一家人 其乐融融的 生活不错 当他到了成年的时候 他的下半生 家丁兴旺 儿女出喜 成才 他家的运势不错 这样的一个结果 也是与他的前生 有着很大的关系 就是说 人死了以后 再次投胎去哪儿 是男是女 他的使命是什么 他这一生 要经历哪些事 要受哪些挫折 要想多少福 要遇到哪些人 要碰到哪些事 这是任何一个人 都无法预测的 也是任何一个人 都无法回避 无法躲开的 也就是说 当你这一生 定了之后 你这一生 要发生什么事 你无论怎么躲避 你无论 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躲避 你都不可能违背 神在灵界 为你制定的 这一生的轨迹 因为当你投胎的时候 你一生的命运 都已经定好了 或者好 或者不好 每一个人 都应该去面对 都应该去往前走 这是任何一个 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人 都不能逃避的问题 而且也是一个 最现实的问题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